第十三章 要顺服掌權者 作觀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 乃是叫作惡的懼怕 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 你只要行善 就可得他的稱讚 因為他是上帝的用人 是與你有益的 你若作惡 卻當懼怕 因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上帝的用人 是申冤的 認罰那作惡的 所以你們必須信服 不但是因為刑罰 也是因為良心 你們納良也為這個緣故 因他們是上帝的差役 上上特管者是 凡人所當得的 就給他 當得良的 給他納良 當得稅的 給他賞稅 當懼怕的 懼怕他 當恭敬的 恭敬他 愛心完全律法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 唯有彼此相愛 要常以為虧欠 因為愛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殺人 不可偷盗 不可貪婪 或有別的戒命 都包在愛人如己 這一句話之內 了 愛是不加害於人的 所以愛 就完全了律法 當趁早醒悟 嗯 再者 你們曉得 現今就是 該趁早睡醒的時候 因為我們得救 現今比初信的時候 更近了 黑夜已深 白咒將近 我們就當脫去暗媒的行為 帶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為人要端正 好將行在白咒 不可芳厭醉 不可好色邪蕩 不可增敬疾度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 不要為肉體安排 去放縱私欲